大家好,我是宣運氣,歡迎收看三分鐘視頻 今天點題是熱炒板塊分析,主要是技術分析 說說港股情況,今天港股反覆 低位見過24600水平,高位上過24800水平 不過,最後全日都沒有大方向 收市中間收,24725收市跌7點,成交1030億 跟昨天相差無幾日預購,除去批股上板 最近一直都是這樣的成交 今天市做好,多得升經濟股 其中阿里巴巴升2%,跑贏大市 不過,舊經濟股包括匯豐、郵邦都回軟 令市場不能夠保持升勢 全日就要微跌7點收市 整個市形勢,今天的市形勢 其實跟最近都沒有什麼大差別 意思是,既未跌穿24100的重要支持位 此同時,亦破不了兩條重要的平均線 包括20天線和50天線 這兩條線分別,一條位於24900水平 一條位於25000點 所以一直升到差不多,又回軟 今天去到248多,又回軟 即是逼近20天線,20天線是24946的 逼近又回軟 為何上上下下,沒有什麼方向呢 可能跟,第一就是聯儲局今晚意識 第二天,會有結果 如果,明天凌晨就會有結果 究竟會說什麼呢,大家都叫做聽聽 雖然現在初步看,未必是很石破天驚 因為應該不會有任何減息加息 也不會有什麼新動作 畢竟,這是美國大選前最後一次的儀式會議 如果沒有什麼大變化 自然不會有大的動作 所以應該沒有什麼大 但是現在市場就沒有什麼消息 那就先等下去,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要等特朗普有沒有什麼特別的舉動 因為畢竟,昨晚才被世貿說 之前的對中國開徵2000億美元的關稅是違法的 這個對特朗普來說,當然不是一個好事 有些樂面的成份,會不會因而發作呢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美國的死亡人數 在說的是新冠肺炎的死亡人數 已經突破20萬宗 20萬的心理關口,破一破 對於他來說,一定不是好事 因為接下來的選舉已經逼近微折 很明顯,整個新冠肺炎的疫情去處理 就亂殺大狼 最近又爆出,原來刻意低調處理整件事 說的話是指親口說的,對記者親口被錄了陰 所以他比較頭癢,會不會因而有什麼大的動作呢 所以大家都等下,不敢大手賣入或者沽出 以免他有什麼突然有什麼驚人之舉 就是手足無蹈 所以恒新指數呢,短期內都是繼續在水平上落 很有可能 至於24100至25000就上落 直至破了其他方面才有一個明顯的方向 所以今天節目主要跟大家講一下熱門板塊的分析 就是剛才點題幾個字了 講一下幾個炒得興奮合的板塊股份 究竟直博率是怎樣呢 第一個首先講一下中芯 中芯和科技股玩快 因為今天半導體股是普遍向好的 華雄和中芯都是有不錯的升幅 其中中芯升3.6% 究竟現在這樣升一升,能否買得過呢 可否趁著小就買入呢 從技術分析先講一下 其實分析呢,你看中芯是一般的 因為呢,由四十多元跌下來 跌穿二十元 一度跌穿二十元,現在反彈上去 反彈之餘呢 之前,接下來的重要阻力 也不少 一個就是二十二元左右 就是這個下跌裂口的阻力 逼近下跌裂口的阻力,能否破到呢 這個是移民 加上這個更加重要阻力 就是前浪底的阻力 就是二十四元左右 換言之呢,現在二十元零兩毫 不收市,但是二十二元又有一個阻力 二十四元又有一個重要阻力 往上呢,所以可以說阻力重重 直播率呢 就慢慢不理 特別是呢 這陣子其實科技股呢 這幾天叫做好一點 但是上星期其實很弱勢的 這幾天好一點 但是好一點都不能夠呢 就立即就看好整體科技股走勢 因為首先,看回納子的情況 納子呢 昨天呢,再升一百三十三點 叫做不錯吧 但是呢 你看看技術走勢呢 就不是這回事的 因為呢 他見他逼近二十天線 以至這個前浪頂的阻力 前浪頂的阻力多少呢 一一二九九 昨天去到一一二幾的水平了 逼近這個前浪頂的阻力 以至二十天線呢 就出現高位回軟 而陰陽足圖出現十字星 換言之 高位的回軟壓力不少 這樣的情況之下 納斯特克指數 雖然這幾天做好一點 但是呢 並未顯示已經擺脫之前的弱勢 所以整體科技股的形勢 都是一般的 加上呢 就美銀美林的基金經理調查就說 現在科技股是被形容為 有史以來最擠勇的交易 即是最多人買的股份 通常說最擠勇 最多人買的股份 就以相反理論來看 就有些隱憂 因為每個人都買光了 還有多少新的錢可以去買呢 因為都已經不擠勇了 還可以逼多多少人下去呢 這個是很有疑問 這是第一個大家要注意 第二個注意就是 又有消息傳出 美國的監管當局 想又告Facebook 告什麼呢 反弄斷 其實不只是Facebook 其他的科技巨頭 或科網巨頭 最近都一直被美國的監管當局招呼 之前已經傳出 Google的母公司Alphabet 將會受到招呼 而且時間會更加早 估計是以周計的 幾個星期之內 就會出手用反壟斷法來調查 調查員與有證據的一告 而Facebook 現在據說 亦都有意對他發動調查 不過時間就遲些 是年底 換言之 所以科技股的巨頭 都很有可能受到美國監管當局的對付 即使最後會否告成 不知道 但是如果真的有行動的話 多多少少對科技股的氣氛 都是有些不利的影響 所以科技股今天 雖然981這樣彈上去 但是也很麻煩 特別是TikTok暫時 都還未有消息 雖然現在聽起來 好像過得到的機會是大 但是最後也未知 所以科技股仍然有很多不明朗因素 即使今天中芯好 華雄好 反彈 不錯勢頭 但是也不是太直播率高 特別是華雄 之前出現的頭肩頂 跟著跌穿頸線下來 所以華雄的阻力都是不小的 所以但空間不太多 這個就是先講科技 第二個就是講一下內需股 因為11黃金周 接下來中秋假期 估計現在都會 中國的居民 內地居民 會在八日長假裏面 開始報復式的消費 報復式的旅遊 報復式的甚麼甚麼 對內需股是有利的 所以內需股 都繼續受受追捧 其中 譬如海底露 當然是其中受追捧的對象 今天升人3.8% 不過海底露 累積升幅實在太大 股值也高 現在這個位置進去 實在有些冒險 趁它出現 突破之後回軟 考驗前浪頂支持 再少住輕輕買 都叫做無防 但在這個位置追進去 真的有些冒險 反之然 另外一些 基本因素沒有那麼好的 但技術走勢或植物率 比較高的內需股 可以想一想 當然 投機性 更多一些要做好風險管理 做好止蝕才可以搏入 其中一個是包括周克鴨 周克鴨 基本因素當然沒有海底露那麼厲害 但技術走勢如何呢 之前兩次考驗前浪頂支持之後 就靠穩 然後 今天再突破了下降軌 至於根據搏反大賣合法 都是有直搏率 只要將指示位定在前浪頂 就可以搏一搏 跟隨其他內需股 上揚迎接接下來的黃金州 特別是周克鴨 最近有消息就是大股東增持 所以不多不少都是增添少少上升動力 所以投機性買入做好止蝕 都不妨可以考慮一下 另一個熱炒板塊就是香港的商場股 因為都是駁香港出現報復式消費 疫情搞到大家都很久沒有大舉出去消費 上星期雖然開始有少少 但接下來進一步放寬措施之後 可能會更加多 所以今天科技香港的商場股繼續做好 很多商場股的直播率都很平平 反而領展就會好一點 因為之前我節目也提過 提過一次兩隻直播股 其中一隻就是領展 當時預測或者部署 就是趁升上回軟之後買入 結果回軟考完20天線之後 就立刻掉頭再升 今天突破了前浪頂 再升上回軟 換言之 維持一浪高位一浪的走勢 這種情況之下 仍然領展的直播率 是比其他商場股高的 可以考慮 趁他再次看他的樣子反覆上揚 反覆再考20天線的時候 就可以拼一拼 然後就挑戰前浪頂的阻力 大概67個多 所以領展在熱炒板塊之中 香港商場的熱炒板塊之中 是比較高的一隻 大家留意 講到這裏 時間都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的收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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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子 compounds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